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拉Karen公 阿雲 現在就上車去馬六甲 去馬六甲的路程有格倫波的話 就需要大約兩個小時 究竟我們本地人去到這些不同的州屬 去右舖的時候會吃些什麼的呢 去片之前記得COS三部曲 留言、share和like 它令我今年的目標10萬的subscribers 我還有6萬那麼多 大家記得去subscriber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現在去片 《如果愛能飛行》 2022年我的第一首新歌 《如果愛能飛行》終於出來了 知道大家疫情當中很不開心 有很多地方想去又去不了 想飛又飛不了 希望大家可以聽這首歌 也可以安慰你這個不開心的心情 快點去各大音樂平台 去聽我這首《如果愛能飛行》吧 來到馬六甲一定要吃的東西 就叫做saté chaluk 它是用saté湯底去滷那些食物的 那些食物就是你自己選在雪櫃那裡 這個是它的材料 就會放在這個雪櫃裡面 我喜歡的羊角豆 真的抽葵 菇雷 菜 它也是很會拿 拿一大堆 拿一大堆 哈哈 西漢用嗎 拿香菇 西漢用 醬醬醬 醬醬醬 這是西漢肉的 沒有 等一下我們去吃龍江西漢辣 這個就好小美 刷刷肉 哇 我想問這個湯底 就特地開一個新的湯底 以前可以選擇要 現在也是有 現在也有 有兩個 這個是可以選擇 你要弄你之前 這個是可以選擇開新的湯 以前其實這個鍋 是沒有換過的 很多人就錄同一個鍋 那鍋下面是怎樣的呢 就是 哇 沒走光 哈哈 這是明果爐來的 然後就這樣 滾它了 嘩 你看 正宗吃法 這個 怎麼吃呢 嘩 尊嚴 尊嚴 超辣的 吃得 嘩 吃燒米 你看 應該是最好吃的燒米 哈哈 我現在的樣子 頭髮都亂了 然後有油 那個都酸了 因為吃東西很重要 這個絲坑正 很棒 嘩 嘩 嘩 好棒 它的沙爹呢 很棒 真是馬來西亞吃的那些沙爹的汁 所以是非常濃郁 你吃到花生 甜甜的 嘩 這個是油炸鬼 是 這班人真是 搞到我現在肥了很多磅 哈哈 這個整個是 是拿斯勒馬克的Crew來的 耶 又是我們 又是我們 又是你們 一天午餐都對著你們吃 黃明志在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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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油炸鬼很棒 浸了沙爹的汁 嘩 嘩 吸光了 真的 很濃很濃 吃一下鮮杯 嗯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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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有趣的 就是豬肉肝 很地道 很軟的豬肉肝 很軟的 很軟的 有的 很軟的 雞 也吃著沙爹 都是濕的沙爹 酷呢 應該很入味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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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這個呢 是 愛他愛他 我得我得 我得我得 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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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一個 咖啡汁 好棒 好棒 我要留肚 等一下 我們要去吃這個 我們要計 吃了幾條 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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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條 我猜到哪位可以選擇 這裡有沒有300支 他們說是分長和短的 長的1.5 短的1.3 10支 142支 多加得完 142支 這裡有8個人 這麼少 你們的小鳥位 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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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 我們吃了281元馬幣 即使是560元港幣 有8個人 70元一個人 好便宜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小巷 就是要吃這個 坑茜思坑的 很神秘 究竟什麼是坑茜思坑呢 人家吃的東西都好像很精彩 這裡好像後巷的大牌檔一樣 應該是這裡 Yeah 這個就是坑茜思坑 坑茜不是說的思坑是用坑茜做的 因為坐在這個小巷 是有坑茜的 這個是他們名牌的地方 然後這個醬是特別的醬 所以就要混合它 是可以點這個東西 那我試一下這個 辣辣 辣辣就是蜆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蜆 但anyway 很新鮮 很鮮 再加上這個 是有一點蝦膏味 有一點味道 還有辣一點 然後擠了一些 吉仔 所以它有點酸 還有一些芝麻 是有點像那些 羅雞的醬 的感覺 這個很好吃 很新鮮 試一下這個 詩音先 這個詩音是怎麼開的 有人開給我 暖藍啊 我先試一下 試一下 脂肝也好吃 有些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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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渣 是蟹 是蟹 吃蟹 然後死了 在裡面 還沒消化完 就給我吃了 有隻蟹 在裡面 不過都很鮮甜 很鮮甜 這個就是 黑色沙拉 有些脆脆的 豆腐 魚蛋 黃米 咦 你這個是什麼 皮螺 煮的 你才可以吃到海鮮的 鮮甜味 我都第一次這樣吃 這個 皮螺 是有少許泥水味 看那個 凍陰辣辣 還有你的皮蛋 皮蛋 看來我都可以吃皮蛋 真的好像那些大排鋼 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我先喝湯 真的有顯味 這個凍陰功的湯 酸酸辣辣辣 蜆味 我覺得這個 是很值得試的 因為你想不到 冬陰功 是有一些 鮮甜的味道 這個蜆很棒 剛剛好 吃皮蛋 這個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幫我試一下 有什麼分別 這個皮蛋比較粉 不是糖心的 那些薑 也是很甜的 這個 我覺得很多香港人 都覺得 接受不到的味道 因為它有蝦糕 這個蝦糕 對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奇怪的味道 來到馬來西亞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味道 你當它是甜醬 剛才那個燒豆 很香 有些焦邊 這些是 很棒 懂得吃 就是吃這些焦邊 很棒 我覺得 真的要體驗 在街上吃 今天都涼涼的 可能下了 少許魚 所以 很舒服 多好服務 收工 他們都要做事 多勤力 黃明智的 crew 都是厲害的 他們 我們現在呢 我都很開心 就 就過來 這裡 按摩了 這間按摩 其實大約可以七個人 所以我們六個人 就在這裡按摩 泰式的按摩 看看它的價錢 這個價錢 一個小時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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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十元 我的Vlog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 記得按讚和訂閱 如果你想追蹤我的IG 或是Facebook 歡迎大家去到KarenCon Music 我的影片下面有個鈴鐺 記得按一下 我一出新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